意识部呢是在这里是要你命名产出的档案的名字 那他这里说呢也可以用两个小鱼两个大鱼来去做这个对照使用 所以我还是打这个两个小鱼两个大鱼 那中间呢当然就打这里好了 就是您的名字好比说谁谁谁要什么什么的这个文件 这样OK好比说我就谁谁谁的这个研习 公文这样子好了或是谁谁谁的报名单就取这样的名字 那前面呢这里就会套用到时候呢他打的这个名字 那后面这个是字式的文字这个名字后面一定会加这几个字 这样子这里呢他产出的文件要用那个多形态的 有这个Google的文件呢跟这个PDF吗 那其实呢我们产出就让他变PDF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呢产出一个就是单一的文件就好了 好再下来呢他问你啊这个要不要增加不用了 反正就大概是这样子好这个就不用再去改了好来第五步 第五步呢我们要选择呢目标的这个档案夹好所以我们就选择目标的档案夹好我们就去加好选择目标的档案夹好加在哪里呢这里好了好这里好我们就这里好我们就这里好 就选择这个目标的档案夹好选择好了按这个选择那第五步呢他呢会把呢所有的档案全部放在这个 目录下再一个小目录好这个小目录是我们刚刚建的好我们再按下一步好第六步呢这个不用理他好这个自动产生的这个回传好那这个不用理他好第七步呢也是好那这里呢我们就不需要理他按 next好来到第八步 我们就不需要理他好